追平权争民主!何韵诗被封杀后的体悟。 2012年11月,何韵诗挤黄耀鸣之后,在香港公开出柜。 2014年3月,他成为独立歌手,在无唱片公司合约。 同年12月,雨伞运动金钟占领区清场,他被捕。 2016年,他被化妆品牌封杀,取消了在杠合作音乐会。 2012年之前,何韵诗是歌手、演员及美艳方的弟子,曾搭上香港娱乐圈的纸醉金迷。 但这同一个香港,却也是努力想从中国手上争一点民主的香港。 这时代是够坏了,偏偏,这时代也够好了。 若不是遇上城市被巨大的阴影覆盖住,何韵诗怎够胆解开原本一直隐瞒的自己,去追平权,去求自由。 他冲撞了墙,一道又一道,一碰又一碰,每个发生,都不是无人响应的孤独。